全心坏胆固醇治疗法 除了三酸甘油之外,胆固醇均为您心脏血管健康的两个关键指标。 将它们维持在正常指数可帮助您避免许多已知的健康问题。 我们多数都注意到胆固醇这个词几乎总与某些负面事情有关。 但请不要忘记,这种天然脂肪物质对身体的运作也很重要。 关键是保持平衡,并维持所谓的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间的正常素质,这样它们就不会聚集于动脉中。 您可能也知道您的遗传背景不仅可以得知胆固醇的存在,还可以得知您对某些降胆固醇药物的抗尿性。 即使您服用这些药物,但您的脂蛋白仍可能以危险的高数值附阻在您的动脉壁上。 但是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风险。 这是一线希望,今天我们想告诉您有关治疗法的一切。 Evilocumab,瑞白胺,一种新的及更有效治疗高胆固醇的药物。 2014年,一个为了在传统药物治疗下无任何改善的病人所推出,新的降低胆固醇药物治疗法,以Evilocumab的名称上市。 从那一刻起,许多地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,以确定它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。 结果表明,是的,该药物是有效的。 它不仅能减少坏胆固醇素质,还能逆转动脉周样硬化。 一种新的及强力的胆固醇疗法。 2016年11月,美国心脏病学院会发布了他们的研究,在该研究中他们分析了迄今为止用这种新药,Evilocumab,治疗胆固醇所取得的成果。 治疗的目标是为针对高心脏血管疾病风险,且对传统药物无反应的病人们,提供一种治疗性干预。 研究结果非常肯定。 Evilocumab安全且有效的降低了病患的坏胆固醇,或低密度脂蛋白数值。 治疗24周后,储存在病患动脉中的胆固醇变小了,因此其心血管问题风险也显著性的降低。 这种药物对于那些具有高胆固醇相关遗传背景,以罹患过某种心脏血管疾病,或者不能用传统药物,如他听类药物,Statins,来降低胆固醇数值的患者来说,已是一种必须的治疗工具。 这种治疗方式是如何运作的? 为了有效降低对常规药物有抗药性病患的胆固醇,有必要将结合这两种治疗方式。 这种新药仍然与他听类药物,Statins,一起配给病患。 Iverloquimab的作用为,作为枯草感菌蛋白酶,Satins,转化蛋白的抑制剂。 它已可以在世界各国取得,并有优异的成效。 目标,逆转动脉周样硬化。 动脉周样硬化是一种缓慢但致命的疾病,起源于储存在动脉内的斑块沉积物——动脉周流。 动脉周流不止由胆固醇组成,它们还含有从血流中来的钙和其他物质。 主要的问题是,它一开始没有任何症状,是种只有通过测试才能诊断出来的沉默疾病。 如果持续违被发现,动脉周样硬化会导致诸如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等问题。 然而,对于医疗专业人员来说,另一个问题是,如我们上面所说的,有许多病人对传统高胆固醇治疗药物没有反应。 是白墓。 abi, Stephen J., Nick H Marvel是之前提到的研究主任,他表示Eavalogramet对治疗所有病患和逆转动脉周样硬化有明显的效果。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,病人们的冠状动脉扫描显示出非常正向的改变 终于有可能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到迄今为止 从未实现的水准 谁该服用这种药物 成人病患若已经接受了最大量的他听类药物并患有心血管疾病 那么他们应该接受这种治疗 其他包括遗传性高血压 并已经服用最大几量他听类药物的成人病患 12岁或以上的青少年,如果患有遗传性高血压 并已服用最大剂量的他听类药物,可以接受次治疗 前三组病患中的任何一位患者 如果他们对他听类药物有特殊的不难受性 都应该服用这种药物 如果您只通过高胆固醇的最低范围 并且没有此问题的遗传背景 则您应该继续传统药物治疗 在所有状况下 不要忘记向医疗专业人士寻求建议 照顾您的饮食 并且每天至少运动半个小时 高胆固醇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每年带走太多的生命 让我们尽力去避免它 并且要注意有优秀的治疗法和生活方式 可供我们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